是是是 我们现在人事在大连 不过我们很快就会赶回去 关于饭店的赔偿问题 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家都满意的 不好意思 关于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法服务 是 真的是不好意思 好 你先这样 好好好 真是抱歉啊 喂 你好 董事长 董事长现在正在通电话当中 有什么事我可以帮您代劳吗 饭店立刻歇业 先等警方调查 是 谢谢 其他的事情等我们回去再说 康林 马上联络医院 我要和孟婷的主治医生碰面 不好了 不好了 来了好多传真 有饭店来的 有报社来的 都在温火灾着室 董事长 你看 什么 你们就有辞职 没有我的批准 谁同意他们离职的 这些救难贩贷 一遇到世纪就会躲 一定也没有用 董事长 不要接电话了 把所有的电话都给我掐断 不可以 董事长 我们现在人都不在台湾 如果连电话都找不到我们 大家会以为我们是在逃避责任 对饭店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你 你让我怎么办 孟婷昏迷不醒 躺在医院 这饭店又失火 我 妈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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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快去叫医生 董事长 喂 王医生 麻烦你马上来相助花园一趟 日月潭知名饭店发生大火 起火点是在饭店的餐厅 目前得知有人员伤亡 详细的伤亡人数还在土地中 而目前警方 不是我们去日月潭住的 怎么会失火啊 还是意外 是 一下是记者联系方法 那不就是日月潭旁边那家饭店吗 对啊 那个安安不就是在这家饭店上班吗 安安 安安是谁啊 钟后的朋友啊 钟后在台湾怎么会有朋友 是这样的 病人的病情基本稳定了 让他多注意休息 以后不要让他再受到刺激了 我们会注意的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哦 来送一下 这边请 出去吧 不管怎么样 明天一早一定要有人先回台湾处理饭店的事情 越晚出面 对饭店的伤害就越大 我先回去把事情稳住 不过 最好还是董事长亲自回台湾 对整个事情做个说明比较好 可是医生都说了 妈不能再受刺激 我想 等她情况好一点之后再说吧 那我先回台湾 那我先回台湾 配合警方调查饭店失火的真正原因 至于后续的事情 还是董事长出面比较好 如果饭店出事 董事长总经理都不出面的话 会引起外界的误会 我知道 你回去也是代表妈先了解饭店的现况 接下来还有赔偿跟整秀的问题 妈现在一块心都在孟婷身上 她是不可能放下孟婷回台湾的 可是现在孟婷还昏迷不醒 她能坐飞机吗 我问过医生了 孟婷的状况算是比较稳定 我想让她搭医疗专机回去 康林 饭店的事情就麻烦你处理了 医疗专机的事情我会处理的 那辛苦你 你才辛苦呢 回去还有一大堆事情要面对跟处理 好 那就先这样 我回去收拾请离 有什么消息的话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你了 特助 我送你 不要烦了 特助那么厉害 说不定她回去以后 我们一回台湾事情都解决了 爱丽 你帮我照顾妈一下 我出去一会